第28题 有关万有引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万有引力呢 是我们隔空就会彼此互相吸引 所以它不是接触力 所以A是错的 万有引力呢叫做引力 所以它只有吸引力没有排斥力 所以B也是错的 日常生活里面的万有引力有没有很大 这个大小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难去说 但是呢其实万有引力的力量呢是比较 比起我们电力来讲是来的是小的 而且你平常也不会感受到万有引力的存在 所以呢C也是错的 那么今天万有引力是两个之间互相吸引的力量 一个是我吸引你 一个是你吸引我 所以它呢是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那么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大小是相同 方向是相反 所以呢选项珠呢是对的 所以呢第28题问我们说 有关万有引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珠 两物体比起之间的万有引力 互为作用力举反作用力 我们在是司机 看来这边的秘密 都能够 看来 这种秘密 我们在一堂戏